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周五好 今天呢是2021年8月14号 星期六 今天我们的话题 是从目前数字人民币的进展 能看出什么 我们很久没有掰扯 央行数字货币的话题了 一个是觉得掰不掰扯 这由不得我们 但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 就要把数字人民币的进度 跟我们钱包亏来的进度 捆绑在一起 有的甚至 找不出理由 当做理由的 把冬奥会作为一个时间节点 在官方的表达上 冬奥会叫做冬奥会场景测试 数字人民币的冬奥会场景测试 同来就没有说过 冬奥会就代表着数字人民币就全面落地了 这是不是一回事 最多只代表官方宣布的测试的场景 最后一个场景而已 他还要进行哪些测试 你根本不知道的 也许测试都完了呢 他也从来不会说呢 目前 我们看到成都 苏中 上海 又在发红包了 他除了发红包 好像就不会搞别的 这是 我们按照互联网语言 叫2C 叫2 到最后使用者这一端的 官方的宣传推广活动 也是他试点的一部分 还局限在他宣布的这些城市 包括线下也悄悄的扩大 我说数字人民币的进度 除了在试点城市 主要以发红包 为主要形式的 面向 普通老百姓的推广之外 还有一大块 我们关注的比较少 不是我们不关心 而是他披露的比较少 那么今天呢 冒的这个新闻 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 两则反应的就是这方面 我们说 沐长春曾经把数字人民币 比喻成车 把微信支付宝当成路 那么 这个车 用的什么技术 是否完备 我们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不然也就谈不上测试 这个车 在不断的在测试 不断的测试 路呢 啥情况呢 官方讲 我们数字人民币 叫央行发行 双层运营 所谓的运营就是在铺路 原来讲的双层是吧 第二层是指的 工农中建 后来加入了交通银行 和邮储银行六大 这是他第二层 其实一个庞大的 2.5层 2.5层 说的比较少 但是今天 两个新闻 足以证明 这个2.5层 才是更大的一个路网 还在建设之中 第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叫 陈银清算 上线一点 接入数字人民币系统 以确认 24家陈商还接入 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拗口 啥叫陈银清算 陈银清算 有限公司 你可以百度一下 顾名思义 它是做清算的 陈银陈银就是 陈市商业银行的简称 对吧 陈银清算公司 关公消息 于2020年9月28号 与中国人民银行 数字货币研究所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这都是去年 签了战略合作协议 那到今年快一年了 差14天 差两个礼拜 就一年 这么长时间 他才把这个协议 开始执行 2021年8月12日 陈银清算携手 南京银行 顺利接入数字人民币 互联互通平台 支持数字人民币 钱包 房卡 对出 对回等交易 后续 陈银清算将继续 在数研所的安排下 组织上海银行 江苏银行 杭州银行 宁波银行 卢州银行 等等等等 这些试点城商 确认了24家城 刚才这些什么上海银行 卢州银行 这些银行是什么银行 大家了解吗 就以前 他现在改名叫银行了 听起来挺高大上的 就是老早老早以前的 城市信用社 信用社是干嘛的 不懂 但是 他现在改名叫银行了 原来也是银行 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 是我们国家金融体系的一大块 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 现在呢 农村信用社也改名了 有的改名叫村镇银行 有的也就叫什么银行就完善了 看不出来他以前在农镇了 城市信用社 先是改名叫城市商业银行 比方说我们这原来乌鲁木齐市 城市信用社 连社 一部改名叫乌鲁木齐市 城市商业银行 听得挺拗口 是吧 他这种 这种银行 这种金融机构 就叫城商行 城商行 但是这个名字是不是不接地气啊 后来一步到位就叫乌鲁木齐银行啊 或者雪莲银行啊 什么天山银行啊 就像你们原来上海城市信用联社 后来改名叫上海城市银行 后来觉得直接一步到位 上海银行 包括北京银行也是这样 听起来好大呀 其实他在银行里面是小弟弟 小弟弟的小弟弟啊 所以我们讲四大行 有的人都不知道 四大行工农中建 传统就这么叫的啊 宇宙四大银行 原来的中国四大银行 宇宙四大银行 因为他是全世界银行排名 他都排在前四位啊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 他是全国性的银行啊 而刚才这些城商行 他曾经业务只局限于城市范围之内啊 上海银行就在上海 北京银行就在北京 现在不是了啊 现在是他也可以做全国性业务 但有些不是很完备啊 他没有像工农中建传统四大银行这么牛逼啊 那么就出现一个第三方的清算机构 叫成银清算 成银成银就是城市商业银行的建设 清算就表明他做清算的 怎么去理解呢 大致上就相当于我们熟悉的银联是干嘛的 银行之间搞结算的 那么成银清算 城市商业银行之间搞清算的 他接入数字人民币系统 大家感觉到的要啥没有啊 谈谈我的感觉啊 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一直没有研究 很少人去思考 技术问题 数字人民币究竟用的啥技术 他跟我们非常了解 经常谈及的比特币啊 以太坊 从技术上有啥区别没有 如此看来区别非常大 啊 他不是单纯的 在什么链上发个币的事 对吧 如果是在某个链发个某个币那种 就数字人民币了 他谈不上 什么这个清算啊 成年清算又跟24家商业一旁 是吧 显然他有一部分 还是在传统银行账户体系之内的 但是呢 NN多场合啊 央行的官方啊 不管是行长 更多的是数元所啊 披露的 央行数字货币是采用了分布式记账技术 采用了联盟链技术 而且将来会采用智能合约 对不对 整个 央行数字货币 他用了什么技术啊 不得而知啊 就是他的技术白皮书 似乎公布过 但是很少有人把它研究清楚 就他有传统银行账户体系内的部分 也有区块链分布式记账啊 智能合约啊 联盟链的技术 目前 他官方宣传的透露的这些 我们说这个铺路的行为 感觉还是在传统银行体系之内的 跟区块链的中间 不知道隔了多少层 还没到这块呢 你今天还有 一则小的消息 中石化 上海石油 142座加油站 正式开通数字化 人民币支付业务 那中石化 他在全国都有 加油站 目前 只是上海的中石化 在他体系之内 142座加油站 正式开通数字人民币支付业务 这叫正式开通了 他还叫不叫试点呢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去 咬文诀字 至少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出来 你要在这些加油站 已经可以用数字人民币了 这还是属于铺路 铺路 这个车啊 没出来 没有正式出来 有的地方呢 局部地区啊 好像是北京海建区 你可以实现数字人民币的兑换了 就你可以用银行卡里的余额 实现跟数字人民币没有额度的兑换了 你兑换了 就可以在这些能接受的地方去使用了 就实际上 在这些试点地区啊 这个数字人民币可以说已经落地了 已经落地了 有的地方呢 他在这个落地啊 在试点地区 有些地方啊 已经全部打通了 全部打通了 就是你想用的时候 保证工艺 我想用数字人民币啊 以前不说光给你 发两百块钱红包 红包用完了呢 我的币从哪 我的数字人民币从哪来呢 兑换啊 到银行兑换啊 用呢 就是他 从他这个落地应用 也就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 他需要 开通 啊 需要开通 开通背后用的什么技术 不懂 相当于传统的银行的技术啊 看不到 分布式 记账 技术 也看不到区块链 更看不到 智能合约 啊 所以说呢 也难怪 有一个说法 就说 我们国际钱包啊 在国内 不用推 也就是说 数字人民币 国内 用不着 我们去推 因为 它是两个体系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的PT钱包 是区块链上的钱包 走的是 区块链上的币 啊 而数字人民币 目前看起来 还没有走到区块链上啊 从国内的试点测试 情况来看啊 跟区块链的关系 至少目前 还没有关系 还没有建立关系 但是肯定有关系啊 有关系是 官方的 多次介绍过 采用了 分布式基站的技术 采用了联盟链啊 将来还会有智能合约啊 只是目前 官方的 不管是面对普通消费者的推广 还是他银行体系啊 各种接入是吧 四大商业银行 又加了两个商业银行 然后这个银行体系 还有这 现在要把城市商业银行系统 又整合起来 那自然而然的 还有农村商业 农商行呢 啊 也要整合进来 啊 整合进来 那么还有 我们说 数员所亲自下海 还整合了很多流量大户 啊 比方说滴滴打车 比方说 bilibili 这种网站啊 比如说京东 啊 那个微信和支付宝就不用说了 这必须包含在内的 为了 数字人民币的顺利推出啊 央行是在布一张天罗地网 首先是他传统的渠道 啊 他自己的渠道 银行系统 然后城商行系统 农商行系统 这都是银行体系 银行体系之外 有互联网体系 啊 第三方支付体系 就包括 微信啊 支付宝 还有一些大型的平台 流量平台 我们现在看到啊 抖音也有支付啊 就你的流量足够多 你自己开支付的情况下 我们就开通 银行数字货币的系统 但所有的这些呢 目前呢 还看不到 区块链的因子啊 目前 但是啊 啥时候看到 不得而知 肯定会看到啊 因为他央行在设计 数字货币的时候 用过这个技术 这是从目前啊 官方公布的测试啊 也好 他官方的推广也好啊 或者他这种开通 那种开通 那种对接啊 反映出来的啊 看不到区块链的影子啊 目前啊 看不到区块链的影子 自然就没有你脾气啥事 你本来就是两个体系的事啊 等到了 他开始用区块链 哪些部分用到区块链技术的时候 你再去琢磨啊 现在都瞎琢磨啊 对身体不好啊 上脑筋 因为啊 技术方面的啊 这从央行数字货币的进展 我们看出来 第一从技术方面去看 目前还没有用到区块链技术呢 啊 离我们的距离还远着呢 第二 从他的进度啊 所谓的进度 就是时间啊 究竟是到几时吗 还得到多久呢 啊 你说呼之一出 呼之一出 我肺都呼烂了 呼炸了 还呼不出来 还要呼吗 哎 就是看他的进度啊 实际上的确是 非常慢 令人发指的慢啊 尤其是 在我们被带节奏的情况下 你总会觉得慢的 只要他没开 你觉得慢 是不是啊 目前呢 啊 他这个测试只是有一大了 给你公布一下 他不给你公布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他还有哪些事要干 啊 他不给你公布 你总觉得 已经万事俱备了 哎 可以出生 发出生证了 哎 但是 啊 他隔三差五的给你冒出一个官宣文字啊 你发现他好像还有很多事没完成的啊 怎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啊 明明是去年就签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了 为什么到今年才开通呢 难道去年技术不具备 还是怎么的 不得而知啊 不得而知 你要去猜时间啊 真正叫自寻烦恼 自找没去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你能猜到的啊 不是我们所有人能猜到的啊 他就没有时间表 果然就没有 他说了没有时间表 你根据他一系列表现 感觉也确实没有时间表 有时候甚至是想一出 试一出 完全不是一个有激化的行为 对不对 突然冒出来 成营系统又开通了 为什么现在才开通啊 一年前就干嘛了 两年前就干嘛了 数字货币 央行正式对外宣布的时候 都是19年了 是不是 我们说技术上的测试啊 实际上呢 我们认为都已经完了啊 包括那个跨境支付的问题 是吧 在香港啊 在新加坡啊 他们只是没有公布测试结果而已啊 但是从他侧面那些 关于讲跨境支付的 显然啊 这个不存在测试失败的问题啊 也就测试早都顺利通过了 那么还有别的吗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从他这种做派来讲啊 真的有可能很多事还没搞完 或者他觉得搞完了 突然又哪天想到那 哎这个在测试 总而言之啊啊 他这种节奏会让我们 如果你越纠结 你会越痛苦 哎 就像你在看个什么片子啊 看个什么电视剧啊 你深深的被故事情节吸引了 你就天天关注主人公的命运 啊 结果 发现没什么意思 你还不如跟他保持个距离啊 你左右不了啊 是不是 你自己带入肯太强了 不如啊 所以保持一个吃瓜 看戏的适当的距离 不要把自己太深的带入角色 啊 不但自己带入角色 每天还喜欢 纠结一些人啊 交流这些 实际上属于情绪垃圾的东西 你想那有用吗 你琢磨得透吗 没有 毫无价值 毫无价值 你所了解到的这些 片言之语啊 根本不可能 完整的 研究出什么啥 比方说 哎 仰行说出比到现在 究竟 用了哪些区块链技术 现在他表达出来的一个都没有啊 但是 不得于没有啊 因为他的技术 白皮书上已经 他申请了八十多种 钱包的专利都有八十多项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最早的一份 技术规范 安全规范是关于 那个什么的 关于机商技术的 啊 分布式机商技术安全规范 数字人民币的各种标准啊 技术标准都有 区块链的技术在里面啊 但是目前的测试啊 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还有他既然是数字货币 他一定会跑到一个链上啊 那这个链是什么链啊 他们所谓的联盟链是什么个联盟法 目前不得而知啊 肯定跟那个国产那个BSN有关系啊 BS呢 区块链 什么网络啊 B 是blockchain S叫service N是net 就是区块链服务网络 他分国内版和国际版 当然都是中国人搞的 他叫区块链服务网 他上面可以运行很多攻略 除此之外 他没有讲 他这个联盟链是什么个链法 那么跟比泰币的链 跟以太坊的链 坚不坚容呢 跟波场链坚不坚容呢 理论上应该是兼容的 因为他是无往不至的 数字人民币 他不会给自己设置障碍 就能到的地方就尽量让他到 能去的地方尽量让他去 能用的人尽量让他用上 这才符合啊 人民币国际化的大目标和大方向 包括进到交易所 但是呢 目前为止啊 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是遥遥领先啊 在国际上走在最前面的 走在最前面呢 他技术动作是走在前面啊 他也没有落地 按照中国人的做法 他不会开第一枪的 所以说目前我们看到 大家都在研究数字法币 欧洲有数字欧元 日本有数字日元 美国还是数字美元呢啊 没有目前啊 数字法币都没有进交易所 因为他没有出来嘛 他肯定进不了 将来进不进 最少应该进去的啊 尤其是涉及到数字货币的监管问题 没有什么 高招啊 除了把数字人民币啊 植入到数字货币交易所 植入到货币币案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高招 比如说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经济日报 又在那叫喊 哎呀 打呀 投机呀 什么 不得了了 又翻天了 哎呀 这个币又涨起来了 我们原来都喊话了 都这样那样了 怎么喊又来了呢 把他抓起来呀 是不是有用吗 哎呀 是吧 你喊的多了 不得证明你无能吗 你不是从5月19号 整到6月29号吗 该整的都整了 矿场都关掉了吗 啊 银行那个都掐断了吗 啊 还封了别人的卡吗 他就是要涨啊 那又不是中国人 你去查查没有 多那涨起来 跟中国人多少关系啊 如果证明还是中国人在搞起来 那证明你这银行啊 什么几个协会啊 监管部门无能吗 啊 如果不是的话 也是无能 那别人的事你管得着吗 中国已经被你监而管之了 他还要找 那外国人在投机啊 你管得着 你想管 可以啊 把那个啊 军舰派出去 是吧 我们全国人民都支持 啊 不是啊 说给说啊 我们说说法真不重要 办法才重要 你真的想把 目前啊 这个 在他们看来 纯投机的高风险的 数字货币市场 监管起来啊 监管的目标 至少就是防范 洗钱呀 偷税 漏税呀 恐怖主义融资啊 你把这个央行数字货币一直入 一招就解决了 因为他是具有可追溯功能的啊 具有可追溯功能的比你现在在报纸上能够喊话有用多了啊 是吧 我们这个啊 值得我们期待的啊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一定会把这个法律关系梳理清楚的 数字人民币要立法那数字货币也应该有立法在先 然后才谈上监管 是吧 我们先不看这些啊报纸上这媒体的叫嚣吧 我们看到央行的口气早都变缓和了 是吧 不再提打击了 只是提要监管 这方面呢 应该是值得 也可以期待的啊 今天扯这么多小小的总结一下啊 央行数字货币啊 官方表明采用了区块链技术啊 使用了联盟链啊 将来还会有智能合约啊 但目前从他所有的测试也和官方的测试官方的推广官方的跟其他机构的对接 来看没有一丝一毫跟区块链 沾上边啊 目前还没有呢 那后来的跟区块链沾上边的事 他究竟是不报道呢 还是边报道边干呢 还是早都悄悄的干了呢 不得而知啊 至少目前看不出来啊 所以呢 你从官方的这些信息上 根本捕捉不到会跟我们PT有任何联系的信息啊 那到底有没有呢 不得知啊 论上应该有 对吧 这是从技术上 从进度上 从他这种做派啊 这种节奏 我们得不出来任何的时间表 推都推不出来 所谓的冬奥测试不代表冬奥就要出来 冬奥那叫场景测试啊 其实那个测试早日都在进行 冬奥叫场景测试啊 不是要等到开冬奥会了 开冬奥会的时候 他保证外国人能用 也就那作为一个先场景测试 后来场景推广啊 一个重要的场景 冬奥会的场合 压速货币 至少在那儿是能用的 用上 那代不代表到那个时候 全国就已经正式落地呢 得不出什么结论来啊 也许冬奥会是最后一关呢 也许 他只是中间的一个步骤 没办法从目前所有的官方的信息中啊 梳理出一个时间表来啊 那我们只有保持一个佛性的等待啊 不要去自己去掐算 八月完了就九月吧 九月不能十月吧 啊 冬奥会还有几个月了 是不是就有了 倒是没有 你要你要再崩溃一下 是不是 你完全都是自找的 啊 我们不如自己多一点耐心 不要被别人带节奏 因为思考这些问题 是无效的啊 除了浪费时间 浪费心情 没有任何的意义 安静等着就是了 别给自己再增加思想负担了 啊 过好眼下的日子 比啥都重要 啊 叫冷静啊 足够的冷静 足够的耐心 把信息放在心里面 啊 昨天那个语音放出去 个别的人 又听反了 哎 听你这有感觉 希望挺遥远的 啊 我 我的 觉得是这些人的理解能力 有严重的问题啊 那我昨天明确的告诉你啊 像云千包这样 开张不到四个月 啊 完全没有技术 没有资源 没有生态 没有几个用户的 居然啊 关 从开套 关四个月 但是 官方网站居然维护了两年多了 在招呼他的客户要等待 啊 会开 你去问问他的信息和底细何来 他连开的必要都没有 对不对 你的生意就没开张吗 四个月嘛 还没拉来几个币呢 啊 据说老博是投了几点几个比特币在里边 但是那个币加起来才多少啊 会员可能都不到十万 他完全被重启炉灶 搞别的去 两年干啥不好呢 他居然两年在等待开吧 大家想过这里面的问题没有 啊 如果他没有确认的把握啊 就是从一个正常生意逻辑上 他完全不用等开吧 他的他用户早都不愿等了 因为他就没几个用户 官方如果想挣钱也不用去等他开不开 随便搞个别的干干挣钱 为什么要把这个官网要维护两年多 为什么 难道不是在等待某种使命召唤吗 你有没有想到 连那样一个啥都不是的 都有使命 那我们一个啥都是的 方方面面都很牛逼的 论技术论实力论生态论用户量论共识 足够碾压他一万遍的 还有理由不开吗 他都能承担一下使命 我们就没有吗 只是他官网上在冒泡 第二我们官网在隐身而已 因为呢 他喊再大声都没人留意 他没实力呀 而我们 有一点点消息都很多人 引起啊 局部的心理上的波动 所以说啊 他最近喊没用 我们是没人喊 有用 啊 不一样的啊 我们是不能喊 所以我们叫只做证明 不做说明 说明着废话干嘛 干就完了 等就完了 等就完了啊 会等到的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 还是祝大家心情愉快 谢谢